今天 本該在家寒儀弄孫的葉老 卻知身一人 八方皆講堂 所到之處 無不受到愛戴 他當然不是贏者 甚至更像舞台上的明星 但卻是不失粉黛 天下不二的詩詞明星 可越是如此 越需要他不辭勞苦 97歲的他 所圖絕非世俗功名 正如他多年前的夢 他要用母語給中國人講 中國古典詩詞 講那些古人隱約在詩詞中的 生命體驗 他不希望現代人對古典詩詞 如入寶山空手而歸 四花 環四 飛花 也無人戏 是從腳對 你說我蘇東婆是個人才嗎 他當年二十歲左右 他又考上了進士 當時朝廷就要重用他 是有人說他還很年輕 過幾年再說吧 可是他還沒有正有什麼示範的成就 他母親死了 古代父母之傷是三年 三年 就回去三年不能夠出來做事 三年守治 守治三年以後 他父親死去了 守治三年 而在這六年之中 朝廷大變 所以當年要用他的人宗 已經老早死去了 神宗變法 王恩石出來就推行了新法 當蘇東婆從他的老家四川 到宋朝的首都開封 一路上看到這個新法 覺得新法有缺陷的 不好的這種情況 就被新黨的人 把他打上舊黨了 所以蘇東婆輾轉流離 去了好多地方 四花環四飛花 你說我東婆是人才還不是人才 也無人性從腳墜 所以就像柳樹那柳樹就是柳花 你看到一眼之淚流人這紅花 你都愛上 滿天飛的柳樹 有誰把他當花坎的 對 炮甲棒路 他就到處流轉 到處被牽連了 所以然後他還說 他說 夢隨風萬里 許朗去處 又還被硬呼吸 但是我對朝廷還是重愛的 他後來就是說 不恨此花非盡 恨西雲落空難墜 他說我所遺憾的 不是我柳樹的花被飛落了 是為什麼還有很多花被飛落了 就是當時被牽別的還有很多人 所以他說小賴與過一種河在一尺平碎 細看來不是鹽花 點點是離人類 它是因為 出現的地方 像是賴之鑽 對你 甚至是一個小賴之鑽 一個小賴之鑽 才是這個小賴之鑽 九十餘仔 詩中有夢 跌宕人生 夢裡是詩 寵花 秋月何時了 那往事至於多少 這句話就把我們都打進 這個大網裡面去了 對話誓詞大家 葉佳瑩 以悲觀的心情 過樂觀的生活 以無聲的覺悟做有聲的事業 從漂泊到歸來 從傳承到播種 文化大觀園敬請收看 聽葉佳瑩先生講詩 我知道先生一直有邀疾 他卻都是盡力站著給學生講課 可見他性格之剛強 生活中他也是盡量避免 給任何人增添負擔 據說有兩次深夜摔倒 他就自己躺在地上等天亮 才叫來助手把他扶起來 這樣的品性 怎能不讓我們為之欽佩 其實呢 先生曾經跟我聊過 弱德這個詞 是他在古典詩詞中 總結出來的古人的智慧 這也是他所堅守的 儘管自己弱小 但是有自己的持守 可是他所秉持的弱德 其實卻讓我們看到的是強大 有人說 葉先生是意暖神寒的女子 的確 他曾在很長一段時間裏 經受著難言的痛苦 如同那段夢 不能用母語講課 歸家無門 還有那個遍體鱗傷的自己 先生很少提及他的痛苦 包括那段令他窒息到 曾仕途輕生的婚姻 尤其在當時 他唯一的訴說都在詩里 而今他也不回避往事 目的不是為了宣洩 不是為了排遣 而是告訴人們 詩詞是有力量的